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太累了 你看然后这个老中医又讲 他说那高考考上大学又怎么样了 考上大学毕业了 现在他说那个时候你们上大学毕业就意味着有工作了 现在上了大学毕业也不一定有工作呀 那不就还是在这种背景下你要知道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 我就觉得好像生命力都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 那美国不是很严重 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去十几年没怎么改变过 而且还在逐渐拉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年轻人觉得那我还争什么呢 我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去争到一个什么 名成立就的机会 于是他竟然会疲倦 你会累 但现在正好过去几十年的价值观又告诉我们 这种疲倦是有理由支持的 就过去你上一代北野武会骂你不像话 说你们这么累 我们当年不是比你还累 但是现在比如说二十年前不是开始讲不要只讲GDP 还要讲快乐指数吗 那大家不都羡慕不丹吗 你看那些不丹的和尚们多好 也不收也不中也不吃 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 人家一样活得很快乐 那为什么不能那样子呢 那什么叫快乐呢 我拼那么累 我是为了什么呢 那什么叫做幸福的生活好生活呢 我们正好过去二十年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来支持你今天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是北野武那代人看不上的 那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去争了 我也不去抢了 我现在能够让我今天生活下去 而且我活得 我觉得我自在舒服 那就够了 这有不对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不对 而且我们还要给一些肯定 给一小群人干嘛 因为这些人要这样选择 我不争我不去夺 我要过一个舒服的日子 总要有些条件 对不对 有些条件 那另外社会有一小群人是很努力 想创造一个环境 让所有人可以想不争就不争 你想钓鱼要钓鱼 想种田种田工作工作 一直以来像欧洲 西欧一直以来这个运动没有断 他们争取叫BIGBIG 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 就是说整个社会 所谓福利国家 一定要保证你每一个国民 每个月你不工作 也有基本收入 像德国的房价 所以他不会生的 他就是保证人民居住 还不只要是政府发薪 对发薪给你 让你可以真的做什么都可以 你选择争嘛 好啊 你去竞争 做节目 做车 做买卖 好 我选择去收集生活上面的小缺幸 小幸福 我可以去做 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生活收入 基本收入保障 那有一群人在这个奋斗 这个一直没有死掉 所以就保证 不仅是一种榨值观 而且是保证这种榨值观 能够有机会做出来 有个制度的支撑 这个就是完全两种 不同的一个社会图景了 这是真的互相矛盾的 嘉惠刚才讲的这个 好像很理想 就是少数的人 争 休期自平 这个治国平天下 但目标是为了大部分的人 可以不争 可以不那么 而中国呢 确实让大部分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 都要有一个儒家的 就是休期自平这个 就每个人都得努力 儒系的 儒系的 当然现在还有 每个人心中 每个父母教给小孩 从小这个东西 至少治国平天下 不去讲他 修生祈甲 这是每个人的 家庭教育的 最基本的核心 如果你这个小孩 不孝敬父母 你小的时候 就在二系了 就在先系了 爸爸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去了就是焉 老爸看到他害怕了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 你看前面也讲 少数人辱 为了天下的人可以不辱 而中国是 大家都要辱 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上进 是两种不同的图案 我们教书的人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跟学生讲 胡适的话 我告诉他们 胡适一百年前 我们现在是一八年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 刚刚开始 除了一个成都秀 是七九年 其他的全是八零后 九零后 胡适就是九零后 那个时候 什么作家 巴金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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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达夫啊 什么矛盾啊 什么 所有一个鲁迅是八零后 其他全是九零后 没有一个人 社会说觉得 这些人来改变世界 这些人来创造世界 一个社会是他们创造的 而且他们很明确的意思 胡适 在那个 可奈洛大学 华传跟 这个梅光迪 他们说 中国的前途 是说什么 写了诗 说中国将来有百十人 像我们这样 中国就有救了 嗯 但知道 百十人 像我们这样 就有救了 你不要光关心 知识青年 我现在 你就说 咱们拍这个 这个一路书香 我有机会接触 很多真正的劳动人民 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是我们的老师 要不说 就是下乡改造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就说 咱们这次起西厂版 那天不是 干了一天活 就累了 累了呢 那个老板说 给我找了一个按摩的 健康的啊 健康的那个按摩的 当然先把家伟 知道了 干什么要特别是名的 我已经说健康 转头就走 转头就走 是这样的 对对对 转头就走 你就懂了 来了一个大嫂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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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微胖的 这么一个过来 哎呦 我就觉得 没有见过那么快乐的人 你知道吗 咱们咱们唱这歌 进来了啊 躺下 啪啪啪啪啪 我现在先拍一遍 就是哎 他 我真的觉得奇怪 就是说 我想起陈黄梅 还是谁有句话 就劳动者是美丽的 我不相信 他是装的 但是我怎么觉得 这人就是天生性格吧 他怎么那么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呀 都是快乐的 他跟我按摩呀 你爬子还看得见 对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首饰 按在我身上啊 都像是农民喜盈丰收的 那种心情 一路聊着我 我本来不太爱跟人说话 一路跟我说话 他还聊不他 对 但是呢 我跟你讲 他这么快乐的 跟我讲了一个 多么悲惨的故事 你想 他说 我呀 什么什么 就跟我说 你说你结婚了吗 有孩子吗 还没等我回答呢 什么 我都二婚了 我有俩孩子了 开始报告 然后说 我那第一个老公啊 在矿上干活啊 那个是得了那个肺癌啊 他说 哎呀 就是我我我我 我伺候的半年啊 我伺候的半年 就说是 到最后是吃不下东西去啊 怎么怎么着的 他说我都是 意不解怠 我一直这个 这个照顾他 哎 反正人哪 那样没有办法 就是要死的了 死了之后呢 他说我就想 我就 我就 怎么谋生啊 我得养我孩子 我得送我孩子上大学啊 所以我就学了这个按摩 到按摩呢 后来我找这第二个老公 就说我就 现在老公 哎 对我还不错了 但是我当时找他呢 就因为他有摩托车 哎 他说我得要有一个骑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 他就可以带着我走家串户 他是那种上门 给人按摩的 他说我就 我就为了这个 找他 但是呢 看他对我也不错啊 那我对他也挺好 但是我自己呢 用点私房钱 我给我和儿子啊 将来买了一个房子 他我现在手头有点钱 他说那个 我哥哥老说我傻 我们家里人老说我傻 他说 他说你但是说我傻 说我妈妈死了 前一阵我妈妈死了 他说我回家 哎 他他说我哥哥看着我不哭 就就就就就骂我 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然后这女的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哭啊 那妈妈活着的时候 你们都不给钱 就是我 辛苦干活挣的钱 我还给妈妈付了医疗费 那付了医疗费 人死了就死了 死了有什么好哭的 就高高兴兴的 他说我哥哥他们那在 假慈悲 对吧 妈妈病的时候都不来 妈妈死了 在这骂我 什么什么不笑 骂我不哭 他说我想人这一辈子 就是这么回事了吗 就是这么 就这么回事 他说有的时候就说 哎 他们都骂我是傻子 他他他好像 他们家里人觉得 他是弱智 我听他的 他他他说我们家里人 都说我傻 我找这第二个老公的时候 我哥哥骂我 骂我呢 给哥哥我骂哭了 啊 哭着哭着我都睡着了 我哥哥更气坏了 哭着哭着睡着了 这是佛系大神 哎呦 我最后我就说 我说你这是大智慧啊 这是大智慧 咱们这样 哭着哭着睡着 去去去去去 去去广告啊 这个长安福特瑞界 在圆桌盘宾 广告之后接着聊 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 来自背后的无数次科学模拟测试 2018新锐界新成就 福特尽无止境 你说就给我按摩这个新生板纳 这大嫂 我就觉得你说 他为什么那么快乐 他那天已经给我按到第十个 而且他说他自己的这些事 你知道他把我说的给我乐坏了 我觉得他是给我来心灵按摩 后来他说 他说你看我就专门到这些 他也整天去这个富贵人家 才能叫这个按摩上门 他说那天我到一个人家 他说我在电梯里 就待了一个小时 也没上来 后来人家下来接我的 他说电梯我不会按 我说你怎么不按 他说那个楼上那家人 他来了之后把他笑坏 楼上那家人住十七楼 你知道吗 他说我第一次去那么高级的公寓 他说我想这个一七楼 我就按一 先按一再按七 先按一再按七 永远上不去 一直在电梯里 就在一楼和七楼之间走 所以同样的环境 那个按摩大妈 那个 同样的环境培养出来 可是他就是有这种奇因 变成这么快乐的人 当然你今天这样说 不是说环境没有影响 也不排除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第二天 他来替我按讲的故事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看出 为什么说众生也是佛呀 众生是佛呀 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 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 是不是累着了 还是说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是给人的感觉呢 你比如说丰子凯 就说李淑童 就那个红衣法师 最后这个出家嘛 其实当时红衣一出家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啊 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同学们啊 可敬不可学 就现在大家都这么活 但是就是这个行为啊 可敬不可学 可是丰子凯的解释是什么 丰子凯就是说啊 这个人呢 就是 是有一个有一种人呢 叫做人生欲极强 人生欲特别强 就是说这种人呢 你看 衣食满足了不够 还要 那接下来就美和艺术当中求满足 美和艺术当中满足了都不够 要在真相上求满足 要在宇宙人生真相上求满足 就是那种 就是他这个人生欲啊 他认为李淑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你比如咱讲这个佛 说佛系好像说不贪啊 当然我是不理解 但是如果佛教的传说是真的的话 那么要照我看来 佛他是最贪的人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呢 比较符合你们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社会竞争的欲啊 在降低 这个降低的大背景 是因为没法竞争 社会的环境的这个秩序啊 固化 买不起房子 不可能我 我再多快几步也买不起房子 拿不到好成绩 我改变不了命运 那就随缘吧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人 这种状况会比较多 你给分数 以前分数一个A减个B加 他给你争的面红耳赤 来上诉来投诉 现在有时候他们觉得 就这样 就是说 有正面有负面 不过内地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这样一个 我觉得要开始了 为什么 也会开始 也会开始很明显 你比如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 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佛系这个词啊 很难归类出一个很条理清晰的说 大概包含哪几点 我们现在大家只是模模糊糊的 好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假设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说他为什么出现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社会上面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之所以觉得没有竞争的动力 或者所谓的传统 我们所讲那种力争上游 要改变自己的欲望 主要是因为 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 他改变不了自己 改变不了自己未来的轨迹 他去争什么呢 假如那个争的那个窗口就那么窄的话 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遍地是黄金 遍地有机会 然后到了前几年也许还有 当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幻想 我会不会是下一个马云 但是为了 对 也有马戏的 其实我看到身边年轻人很 这个叫马家姓 你这个是大姓的 戏出马门 马云 马化腾 马家贵 马卾都 马戏啊 是吗 我还是觉得说 刚说的那种年轻人的现象 他们很喜欢在生活态度上面 引用佛家的那种精具 因果 什么事都是一种修行 什么水源 不要太执着 无常嘛 甚至一些禅的公案 那么不是风在动 不是旗在动 是心在动 用这个呢 有时候认真 有时候调侃 生活上面所遭遇的 错败也好 什么都好 那时候说都是空 虚名 这是因果 因缘 有那种倾向的 不管认真还是游戏的 年轻人一般就说佛系 他要用那种佛教的语言 来玩 来戏弄 那种叫佛系 当然除了说 因为现实社会 你再怎么争都争不到 或者说很挫败 看不到出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他们都是网络游戏 大的一个世代 是什么呢 我碰过蛮多年轻人 我跟他们讲大道理 你分数要做好 房子要买 这个要买 讲到最后 讲到我积极都快哭了 他看着我说 So what 然后他们说 最大的满足感 成就感在哪里 就是在游戏里面 游戏里面 那个对他来说 这是真的 这个真的东西看不过 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在里面获得真实的快乐 你可以说是因为看不过 那个生意很大的 你可以说是因为现实看不过 跳进去 也可以说 因为他们别忘记 从三岁 爸妈就丢了手机 别吵别吵 妈妈也在玩手机 玩手机 他们是这样长大 其实呢 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大陆青年 说开始说有些佛系了 有些什么了 其实呢 你要相比而言 比如说在台湾 台湾的父母亲呢 现在经常着急的是 觉得你看人家大陆的孩子 野心勃勃 痛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日本社会 就很多 他们的中老年人呢 忧心忡忡的 就是说 这个孩子没欲望 没有干净 对 这个孩子没有欲望 日本最明显的 你跑去看 这个年轻一代 就没有野心 你知道 我最近跟你说 我最近粉一个 北野武 大导演 日本的大导演 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说的有些 说的话特别生猛 特说真话 他就对他儿子很失望 他说 我这个儿子 他说我挣了钱 要买跑车 我至少有三辆跑车 我有这个欲望 他说我儿子 跑车看都不看一眼 他说我儿子就去排队 他说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排队 他排队干什么呢 排队吃日本拉面 那就是他儿子的满足 他说 跟着一大导演 小确幸 跟他一圈排队吃拉面 北京现在街头的排队 是抓娃娃 对 我看到人 抓娃娃排队 然后你看 他的观点是 穷到没饭吃的年代 才是真正有机会 一飞冲天的年代 他就讲 他说这个 就现在的日本 物产丰饶 社会组织 固若金汤 在这种时候 别想当什么 知田信长 或者风尘秀吉 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 现代的父母 也差不多 都感叹年轻人 没有远大的梦想 但实际上 不是没有梦想 是看不到梦想 我年轻的时候 总想开保时捷 当时我爸妈那辈 连辆破车 破旧车 都很难买到手 所以呢 我不相信自己 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呢 我还有这个梦 你发现没有 就是小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 包括像我们 我就觉得我欲望很贪 我就觉得很贪婪 包括贪婪知识 都贪婪 你小时候什么欲望 等一下来交代一下 什么都有 这是女老师的 你看这是一个日本的 这个中老年人 对日本年轻人 因为他们非常了解 社会已经僵化 自己根本不可能翻身 这件事情没有好坏 纯粹是现代年轻人 固步自封 认为那个豪华的世界 跟自己无缘 甚至根本不存在 大家不一定是要当宅男宅女 但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不想去看其他人的世界 所以有鉴于此 北野武老人 最近拍了一个广告 我觉得反映日本老一辈的人 对年轻人的这种激励 就是说你怎么能不想挣钱 你怎么没有欲望 你怎么不好好干 你可以看一段 北野武拍的广告 但是 但是 为什么 人生一回过几 五回过几回几粮 两回过几回是不完 好干吗 富富的金融 我以前是在高 导臣的 你来看到 所以你知道我看这个 我真是很有感触 还真是佛讲的 这个法无定法 我就觉得日本的情况 其实跟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 还不一样 就是咱们我们小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 应该教育人啊 不要那么野心勃勃 对吧 应该节制 应该适可而止 在某些方面 在生活方面 但是你看到了 另一个社会状况下 他现在要挑动说 你怎么没有物质欲望啊 这样这社会经济怎么刺激啊 消费怎么刺激啊 有一个组织叫百人团 他已经多年了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做民意调查 最近一次呢 他们负责的人 还拉我一起去 到那个亚洲协会 京中那个亚洲协会 讲这个调查的结果 其他详细不讲 有一条数据 我印象最深 他问中国的年轻人 跟美国的年轻人 很大数量的 你的人生目标 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在美国呢 百分之四十几 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 说是有一个happy family 就是我有个幸福的家庭 其他的事业成功啊 什么赚钱啊 什么什么都是很低 都是低于百分之二十的 那一条是最高的 中国呢 也是那一条是最高的 happy family 但是紧接着就有一条 比方happy family是百分之四十八吧 紧接着有百分之四十五个人 要rich and famous 有钱有名 这个一个美国人呢 他就解释不了了 他说一个社会 rich跟famous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 一个社会一半的人 想要有名跟有钱 那个他们 当然这个翻译上有文化误差了 他的这个rich 在我们中文来觉得 我们就是发财 而发财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在美国人的概念 这个rich是 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概念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值得忧虑的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一个社会如果过半的 一半的年轻人都在想 都叫马云啊 都要这个黄红啊 张子怡啊范冰冰啊这样 那这个社会是要崩溃的 在社会学的角度 我是搞社会学的 我有发言 可是让他先讲完 但是我后面一句没讲完 但作为个人的一种激励来讲 你刚才北约五正式号召这样的 就号召啊 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今天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很多人就把它列作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的这个弱势群体啊 不甘于弱势 都想着要要要奋发 上下嘛 奋发上下 这个是过去30年成功的 一个原因 你批判 我不是批判 我觉得说因为 子东你刚刚也说的对 每个人对于什么叫rich 而且有钱 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一样 假如真的从社会的 比较的角度来看 我会这样看的 假如那个调查是可靠的话 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发财 发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比较 他们想发了财之后 要做什么 而是假如你发不了财 所遭受的待遇是什么 我举例 比方说在美国 假如你不能说明成立宗 我要你当个小康基家 或说季晓有个房子 我们看美国电影也看到 好像是说 我经常看到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就很嫉妒 不是那电影明明讲的人都很穷吗 对 怎么住的地方比我大 都有个小花园 那个厨房都这么大 对 至少是80平米 我家还住50平米 在香港不发财 是住不到这样的房子的 然后呢 当假如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比方说香港 当你作为一个没有钱 甚至穷的人 或说不要说穷 一个普通人 你所遭受的委屈是无比的委屈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千方百计要赚钱 不然的话我太惨了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解读